大家好,我是小猪 在漫画鬼灭之刃中,小伙伴们最喜欢的CP是哪一对呢?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漫画中感情线最不明显的一对官配 神奇葵和一之助,可以说是漫画鬼灭之刃中感情线最不明显的一对官配了 不少小伙伴们都忍不住惊呼,原来他们是一对啊 还有小伙伴们表示,这一配对有点过于勉强 像是强行happy ending,而相反,喜欢这一对CP的小伙伴也不在少数 那让我们剔开主观感情,一起来找找神奇葵和一之助在漫画中的感情线吧 在漫画第一百画中,经历过花间一战,重伤的探知狼终于醒了过来 醒来后的探知狼询问了善意和一之助的情况 善意在第二天就醒了过来,已经归队并且去出任务了 而提提一之助,小葵哭着说道,一之助先生的状态很糟 因为毒素延迟了呼吸止血的效果 神奇葵哭,一方面是因为一之助等人是代替自己去完成任务 才重伤而感到愧疚 另一方面是担心一之助的身体状况 看到了活蹦乱跳的一之助,从天花板跳到了床上 其他人都看着一之助的玩笑 只有小葵急忙拉着一之助,让他快从床上下来 一之助得意的说着自己是不死之身 小葵则在一旁提醒他 你不容易中毒,但是药也很难取笑 小心点啊 严谨的来说,这个片段有两人的小互动 可是因为照顾和管理,一直是小葵的职责 小葵本身就是认真又贴心的性格 所以还称不上实实实在在的感情线 最明显的应该是在漫画《第二百零四话》 《决战绝术》后的三个月后 炭子狼、一之助等人在别屋休养 肚子饿了的一之助偷偷来到厨房找东西吃 恰好被正在厨房准备食物的神奇葵给发现了 一之助心想,为什么这傻伙能立马发现我 难道说他很强吗 虽然神奇葵表面严肃,并且责备了一之助 但是他还是拿出了准备好的饭团递给一之助 和他说,肚子饿了的话就是这个 这个盘子里盛的是专门为你准备的 只有这些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吃 所以别再偷吃了 说完,小鬼继续去忙自己的事情了 一之助露出了满足的微笑 这么看来,两人的感情线寻找起来真的是少得可怜 除此以外,还有一之助一系列的直男操作 使得这段感情不太明朗 在漫画第49话中 炭子狼、山鹰、一之助三人 进行着身体技能恢复训练 蝶屋的其他孩子们负责舒缓训练 香奈狐负责反应训练 由小鬼和香奈狐共同负责全身训练 由于一之助不服输的性格 在进入训练的时候 一之助直接倒拽起小葵的脚 丝毫不动的脸香细语 小猪认为 神奇葵如果成为女朋友的话 应该属于妈系女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蝶屋 神奇葵应该算是最能干的 他擅长料理与家务 性格严肃认真 还会教训探玩偷懒 以及不好好参加训练的鬼杀队成员 惩治办法是打屁股 还有妈妈教训不听话的孩子的即时感 一之助随心自由 正需要加以管束 神奇葵严厉的批评 正是可以帮助一之助成长 小葵还会提醒一之助助于身体 为他准备饭团 有着母亲般的严厉 也有着母亲般的温柔与贴心 在深山生活 被野猪抚养长大的一之助 最需要的也就是光怀和照顾啊 俄语老师并没有过多言说 感情线不明显 而感情发展也并没有突飞猛进 更多的留给漫迷们去想象 绘画中有留白的艺术 即为了整个画面的协调美观 而留有空白 给予观折想象的空间 那不如把后续的感情发展 看作美好的留白 始终相信未来可切 好啦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 小猪对这对CP还是很看好的 不懂的人情事故的一之助 和仔细又贴心的小葵 还是蛮般配的 小伙伴们怎么认为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 喜欢小猪的记得订阅点赞 支持小小猪哦 爱你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